苹果手机频频被盗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 你自己用的啊 但是密码我不知道啊 密码不记得了 听过来的啊 警方抽丝剥剪 竟查询到一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 手机上的密码锁功能是否真的安全 进行收看本期平安365 苹果手机被盗之后 现如今 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 为了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 用户一般都会给自己的手机 设置安全密码 可是所谓的安全密码 真的安全吗 手机一旦被盗 密码能否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呢 记者带着一个被锁定的苹果手机 来到某通讯市场进行暗访 你这边收手机吗 嗯 也收是吧 嗯 这种的收吗 没有 你自己用的 但是密码我不知道 密码不记得了 挺过来的 就是你要不要吧 要是要吧 有ID的百分之百 现在这个卖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是吗 看看查一下 这个能查什么呀 ID ID有没有 没有ID你就加钱买快了 这是不脆货的 怎么能查到不脆货的ID呀 这个你放心吗 能在哪个呢 要是没有密码费 就是能卖得到一点 卖得点轻多 我真的看来 都有ID 要解还是买 就是能解是吧 嗯 能解 还是卖多少钱 这个 卖啊 记者了解到 一部被锁定的苹果手机 回收的价钱 大概在1000多元 而一部没有锁定的 二手苹果手机 则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 关于这其中的差价 商家声称 他们要找 能够解锁手机的相关人员 进行手机的解锁 这样的调查结果 让人不禁疑惑 这些苹果手机 到底是如何被解锁的 而商家回收的大量手机 又流向了哪里呢 近年来 苹果手机被盗的案件 频频出现 浙江省温州市 沧南县公安局 成立专案组 对多起案件 进行串并分析后发现 手机被盗的案件背后 竟隐藏着一连串的阴谋 大多数的被害人 在手机丢失后 都会收到一条 足以以假乱真的钓鱼链接 钓鱼网站的内容 与苹果官网极其相似 不仔细查看 很难辨别其真伪 而一旦被害人输入自己的苹果账号和密码 相关信息就会被嫌疑人通过钓鱼程序在后台获取 而据警方查证 嫌疑人黄毅正是这些钓鱼网站的发布者 民警对他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判 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条巨大的黑色产业链 小偷将手机盗窃之后 交给各大手机工讯市场里的收藏者 这些收藏者又将批量的被盗手机交给 像黄毅一样的手机解锁人员进行解锁 而黄毅要解锁手机 必须先通过网络上联络可以提供苹果手机用户资料的相关人员 拿到用户的注册邮箱或电话号码 最后通过钓鱼平台给被害人发送钓鱼链接 随即浙江省温州市仓的县公安局抽掉了300名精干警力 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的侦查 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 通过对庞大数据的分析 梳理和实地的考察 一一查清了这条黑色链条上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我们中央的领导就是说制定了一个 就是全国统一进行抓捕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当时负责的是黄毅 但是我们原来制定的是当厅中午进行抓捕的 那么我们在凌晨准备出发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说黄毅那当厅晚上没有住在家里 这一突发的情况 不得不让民警对抓捕方案进行更改 因为一旦抓捕失败消息走漏 整个收网工作都可能遭到破坏 那么我们的单厅凌晨得到的消息 就是黄毅前一天晚上没有住在家里 他是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调节 什么调节呢 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密布的调节 我们就是专案组领导马上拍板决定 就是新对黄毅进行密布 局长讲的马上进行抓捕 马上你们全部在分局大远等我 全部都在分局大远等我 好 我们就是说将这个犯罪嫌疑人黄某抓捕到案以后 我们就看到也是兵分两路 一路就是马上对这个犯罪嫌疑人黄某进行审讯 另外一路马上赶到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落脚点 就他住的地方对他家里面进行搜查 我们后来应该来讲是在他家里面一共收到苹果手机一百多部 在将黄毅抓捕归案后 民警对他进行了审讯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黄毅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人家把手机发给你之后 创案发给你之后 你接下来怎么弄怎么弄 你不快就再加一遍 核心人物被成功抓获 全国统一收网行动在即 仅千步的苹果手机 赏亿元的涉案资金 这条黑色产业链背后操纵者的真实身份 为何会让警方痛心不已 平安365 苹果手机被盗之后 正在播出 当时我们将犯罪嫌疑人黄毅抓捕到案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通知了我们专案组的相关领导 专案组的相关领导马上下达指示 全国统一收网行动开始 全国统一收网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国统一收网的结果非常成功 专案组不仅抓获了几十名嫌疑人 同时也扣押了近千步的苹果手机 现场冻结了200多万元的涉案资金 成功串联了全国150多起苹果手机被盗案件 涉案金额达到上亿元 民警对嫌疑人一一进行审讯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嫌疑人多数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其中几名年纪较轻的嫌疑人 正是他开办了这个钓鱼平台 他拉拢陈斌和朱阳为他推销钓鱼程序 他所创建的通讯群组中 有100多名会员 通过每月收取会员每人500元的费用来获利 当时他们有需要就提供了 一号对象的话 才经历他19岁 这个年纪是比较小 而且只有初中文化成 当时他对这个计算机这一块的话 特别是爱好 抓到的话 他发现了家里有黑客的 冰城这块书有十类本 当时在信长查到一本 有一个安全专家的一种荣誉证书 后来经过了解 他这个安全专家是货真驾驶的 可以说是一个计算机这一块的 也是一个天才 据警方了解 刘子南从小就对网络程序很有研究 曾在多年前发现了国内某知名网站的一个系统漏洞 并提出了可采用的解决方案 收到了该网站颁发的荣誉证书 可是令人唏嘘的是 这样一个曾经热血的计算机天才少年 如今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嫌疑人汪天元 今年19岁 某高校大二的学生 不同于刘子南的明知故犯 汪天元因为对法律知识淡薄 断送了自己的学业 那你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动作 当时是普向 当时刚好是高考完 然后我就想家里经济也比较 当时家里是打算买房子 然后我想外景大了 就不要再拖累 想自己赚点钱 把学费交了 学费也有六千多 然后就在网上找什么能赚钱坚持 就偶然就碰到 以前加入这个群里面 他们说这个能赚钱 然后我就可以接单子发给他们 38名嫌疑人 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多项罪名 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而在这个平台上 通讯组群中仍有一百多个会员 分布在全国各地 苍南县警方将所掌握的资料传达给了各地警方 目前甘肃省公安局已经成功抓获嫌疑人网军 佛山市顺德警方成功抓获嫌疑人何静 广东省人化县公安局成功抓获嫌疑人蔡虹 全国警方都在为敬网做着努力 希望可以最大限度的还网民一片洁净之地 被控告 2016年5月26日 苍南县公安局 举行了案情通报会 即反赃仪式 将查获的部分被盗手机 还给了报案的三十几名被害人 每位被害人 结果失而复得的手机 都显得既高兴又激动 那当时我报警的时候 我是说实话就是说 当成一项能够能不能找回来 我还是个位置是没有抱希望 真的是没有抱希望 非常感激 非常开心 思而不得 感觉就是很不真实 心情很激动也很高兴 然后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就是不是说正义 也许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发补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可是又有一大难题 摆在了民警们的面前 案件取得可喜成绩 可警方却遇另一难题 在使用手机或网络时 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 平安365 苹果手机被盗之后 正在播出 那么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 当时就是说 我们所扣押的900多部手机里面 我们通过我们系统内网查询以后 发现有报案的 其实只有几十名被害人 剩下的将近900部的手机 那么我们就是说 跟这些相关的被害人 取得灵系以后 那么很大一部分被害人 其实都不相信 我们是公安机关的民警 因为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各地 为了让他们相信民警的身份 取回自己被盗的手机 民警采用与被害人视频 让被害人查看民警警号等方式 来取得被害人的信任 同时 民警让被害人去往当地的派出所 让当地警方与操南县警方取得联系 从而拿回自己丢失的手机 而民警在后期核实施主身份的时候 发现有多部苹果手机来自深圳 当民警试图联系施主 进一步核实身份时 有的人认为路途太远 手机就此不要了 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起诈骗 直接挂了电话 这让民警很是无奈 适逢苍南县公安局 王警大队远赴广东查案 便将多部被盗手机送回了深圳 通过深圳市福保派出所 与多名被害人取得联系 成功找到了施主 但是目前仍有大量的苹果手机 没有找到施主 如果观众有过丢手机的经历 请根据苹果手机的序列号 与苍南县警方联系 希望更多的被盗手机 可以尽快回到施主们的手里 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在全国各地 还有很多类似的手机被盗 信息被泄露等案件 那么我们在使用手机 以及手机被盗后 应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呢 这里有个启示就是说 你如果接到一些不明的令件 你要非常仔细地准备 不能轻易点击 你点击 你就会把自己的身份信息 密码账号泄露 不仅如此 广大群众在购买手机的时候 不可贪图便宜 购买来路不明的低价手机 购买占机的话 可能就射行隐私隐瞒 犯罪所得罪 要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 2016年7月7日凌晨4030分 江苏南京特勤一中队 接到报警称 于花台区花神路一宾馆 受暴雨积水的影响 宾馆内上百名住客被困 其中包括一百多名学生 据悉这些学生 是从广西来南京参加夏令营活动的 前一晚刚刚入住 没想到一场暴雨 就让他们困在其中 消防队员到达后 立即动用抽水器材进行抽水 第一时间利用绳索牵引 用人力背负和皮划艇承载的方式 同时转移被困人员 经过消防战士两个多小时的奋战 到早上7点左右 160余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平安365提醒您 外出旅行注意天气变化 遇到恶劣天气 及时做好防护工作 避免危险发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